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曾经这段三角恋的思维更加的多变公正 对已至古戏之年的老夫妻俩少了许多针锋相对的言辞 多了些认可与支持的理解宽容 待机最长老王储被妈妈熬白了发被儿子隔阳开喷 一系列的人生戏剧色彩也为看客多样性看待查尔斯提供了事实依据 在战狼标签下他也有着自己的无奈与痛楚 而让人黑转路路转粉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人生不易的路上 查尔斯始终坚持履职站好自己作为王储的岗 不轻言其他 不仅是不抱怨将王室的第一服务信条身体力行的贯彻到底 今日查尔斯王储就携卡米拉 在父亲离世后 在今年首度对北爱尔兰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王储光环之下 选事越大地位越高责任越大公募越多 夫妻兰首先抵达了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 在市政厅公开亮相 该市政厅是1921年北爱尔兰第一届议会开幕式的所在地 正巧前不久伊丽莎白女王刚刚参加了今年英国议会开幕式 查尔斯此举颇有致敬五千余顶议会之意 作为王储配偶的卡米拉上演时尚外交法则 以一席北爱尔兰代表色裙装亮相 周连佩戴的口罩以及所拿的梅根同款手提包都极是绿色 这到访的用意已在不言中了 值得留意的是卡米拉此次佩戴的口罩很不一般 口罩上所绣的图标乃是威尔士亲王羽毛标志的简化版 绝对的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3月份卡米拉随夫出访雅典之际也曾佩戴过此类暗示身份的口罩 不得不说这蠢蠢欲动的心实在太明显了 虽然因名分未将威尔士王储飞名号收入囊中 但该有的权利与地位一点也没少 卡米拉3月24号出访雅典佩戴威尔士羽毛口罩 在合体走访参观了贝尔法斯特医院后 夫妻俩就分道扬镳了 查尔士王子独自前往了哈尔练沃 卡米拉则孤身前去参观银匠卡拉莫菲的作访 时隔50年查尔士王储仇走附近当年参观之地 这份不言而喻的孝心 与对父亲的致敬之意让人动容 被小儿子挖苦却不忘用笑容来缅怀菲利普亲王 查尔士的行就说明 同为儿差异有时就是这么大 有身为人子的良苦用心 也有身为人父的心酸苦楚 接下来夫妻俩还将关注音乐艺术 以及园林生态等问题 出访这两只公物是忙不停的 声望与好感度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的 希望老夫妻俩能执笔之手并肩同行 接下来是王室也有群带关系 女王表面低调的女官实际上是家中秒侄女 都说一位成功人士背后总会有一位成功的女人 而伊丽莎白女王成功的背后是拥有着无数个女人 安妮菲茨罗伊 苏珊赫西 玛丽莫里森 玛格丽特罗兹 于2016年离世 苏珊罗兹 这些女人统称之为Ladies in Wedding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女官 她们日常的工作就是负责接收 回复伊丽莎白公募以及私人信件 负责陪同女王出席活动以及外出访问 安排女王出行大大小小的事情 细无巨细的到还要帮女王提包 拿花准备毯子是穿鞋 不同于走现代化模式的肯心顿宫 会招骗各种精英 专业媒体人 买件汉宫的工作模式 偏于保守老旧的阶级社会 常年围绕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工作人员 大多都出自名门望族 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上流社会的一朵花 在白剑换宫的地位不夸张地说 比卡米拉还要高 去年适逢Remember Sunday 陪同伊丽莎白女王湛羽 外交部白厅阳台顿 是其女官苏珊罗兹 一个月前 菲利普亲王离世 陪同伊丽莎白女王乘车抵达盛教堂的 就是陪伴了伊丽莎白女王长达60年的 高级女官苏珊贺希夫人 而今天我想说的这位女官 是高新官上任的Lady Elizabeth Liming 前几天议会开幕 在很多人着眼于查尔斯地位飞升 卡米拉拥有蔚来王后特权 女王应付报仇的时候 小部分人的关注点在于 跟在卡米拉身后的女人是谁 议会开幕属于含金量极高的蔚来王储 认可通行证 可想而知取重要性 伊丽莎白在查尔斯王主的首幅下 走在第一排 忽略王冠 卡米拉作为蔚来君主 半偶走在了第二排 那走在第三排的这位女士 自然就获得了地位非同小可的平定 毕竟不是谁随随便便就可以获得这样的站位 尤其是在等级三年的英国王室 这位与女王着装色调统一 即使矮小依旧走路腰背鼻挺 优扬从容的女士 一下成为了关注点 西班之下才发现 这位女王是伊丽莎白女王 于2017年走马上日的新女官 伊丽莎白来明表面上是女王低调的女官 关于本人的图片极少 实则是女王瞻尖带顾的婊子女 Lady Elizabeth Leaming 是伊丽莎白王太后女王母亲的娘家人 2017年被女王任命为贴身女官 她是伊丽莎白女王外公的选孙女 伊丽莎白女王舅舅的曾孙女 是斯特拉斯莫尔金霍恩 第十七代伯爵费格斯 迈克尔克劳德和伯爵夫人 玛丽帕梅拉 麦考库戴尔的女儿 简单点说 伊丽莎白来明是伊丽莎白女王的表侄女 非常典型的王室裙带关系 不过伊丽莎白来明本来就是贵族之后 加上又是女王母亲娘家人 自然就多提携了点 而且据说女王与这位表亲关系极好 虽然隔着带 但并不影响友谊的建立和发展 截至目前关于这位沾纤带顾的女官图片少之又少 可以说本人极为低调 平日应该主要是在白金汉宫 为女王处理各种事务 这次议会开幕式的亮相也佩戴了口罩 所以见到真容估计要等以后了 希望还能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